《生命旋律》 被称为暗室之后的蔡苏娟姊妹 她觉知信主的那一刻是非常特别的 当她还在基督教设立的学校念书的时候 有一天她跟几位要好的同学到郊外去玩球 其中有一个不小心把球一丢不见了 大家就分头去找 蔡苏娟心里想 不知道球会不会是卡的石头缝里面呢 因此她就顺手推开了一块大石头 没有想到这块大石头的下面 躲了好多的蚂蚁 还有可怕的蜈蚣 这些小昆虫一见到了光 马上就四散逃跑了 她当时看到这一幕 心里面产生很大的感触 她就联想到 人的心里就像这样 充满着各式各样 不被别人看见的罪恶邪情 需要有光的照射 来驱走这一切的罪恶 结果那一天 蔡苏娟就站在那块大石头的旁边 向神承认自己的罪 并且觉知 接受耶稣基督 做她个人的救助 中文字幕提供 我在一部叫做《暗示之后》的影片里 看到了刚才所说的 蔡苏娟姊妹 觉知信主的一幕 蔡姊妹的个人经历 再次地提醒我 神就是光 这项重要的真理 在圣经里面 除了耶稣基督之外 把神时光这个信息 蝉食的最多是谁呢 恐怕那就是 使徒约翰了 有人说 使徒彼得对主耶稣的爱 就像他的个性一样 是粗之大夜行的 而使徒约翰对主耶稣的爱 也像他敏感的 也像他敏感的个性一样 是细腻性的 所以我在阅读约翰书信的时候 很自然地就沉浸在他 有关爱心的劝勉里 但是事实上 使徒约翰在强调 神是爱之前 他先强调了 神是光 可见得在耶稣基督 给过门徒的教训里面 说到 他是光这件事情 留给约翰非常深刻的印象 因此现在就让我们 来根据约翰的言论 思考一下 神是光 跟我们有什么 不可忽视的关系 在约翰一书一章五到七节 使徒约翰说 现在我们要把 从神的儿子 所听到的信息 传给你们 神是光 他完全没有黑暗 那么 如果我们说 我们跟他有团契 却仍然生活在黑暗中 我们就是撒谎 行为不合真理 但是如果我们生活 在光明中 正如神在光明中 我们就彼此有团契 而他的儿子 耶稣的血 洗净我们一切的嘴 约翰首先告诉我们 神是光这项真理 是耶稣基督亲自教导下来的 而且让人很惊讶的是 我们发现 无论是不是基督徒的人 都愿意承认 神是非常荣耀 非常光辉 完全圣洁 无瑕疵的 在我所看过的电影 或者是戏剧里面 神的出现 几乎都是用一道 很强的光 作为代表 因为我们人 实在是没有办法 表演出神的形象 只好用光来代表 因为 神就是光 相反的 在舞台上面 如果表演到 魔鬼要出现的时候呢 一定会把灯光 立刻打暗了 表示 魔鬼是属黑暗的 所以一个人不可能 属神 又属魔鬼 因为光明跟黑暗 是对立的 又是互相排斥的 如果我们不紧紧地 跟随主 走在光明之中 那么我们不必选择 就已经落在 黑暗的全世里了 这太可怕了 不是吗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在日常的生活里 光对人的重要性是明显可见的 例如 光有照明的作用 光无论照在什么东西上面 就会叫那件东西 清楚地被人看见 诗篇119篇105节 写着诗人向神祷告说 你的画是引导我脚步的灯 是我人生道路上的光 真的 神的话语就代表神自己有光的作用 能够照亮人该走的路 使人的脚步行在平安的路上 神是光 也照亮了人原来看不清楚的一切真理 让人的心眼因此可以明白过来 所以每天清晨 当我出门之前 我都祷告 求神帮助我走在他的光中 明白他的心意 也不偏行几路 另外 光有杀菌跟消毒的作用 我们中国人最喜欢在艳阳天 把棉被啊 衣服等等的 拿到院子里去晒一晒 因为阳光可以杀菌 神是光 能够驱走我们心中的罪恶 使我们做个心造的人 就像 蔡苏娟有过的经验一样 所以只要我们一直保持在神的光中 黑暗的事物 就很难存留在我们的生命里 必定会四散逃跑 就像是石头底下的那些昆虫逃跑一样 还有呢 光能够带给人安慰 当夜蓝人静 家里的小孩子醒来的时候 如果他发现四下无人 房间里有黑漆漆的 他就会害怕地放声大哭 这个时候 做父母的会怎么做呢 他们一定是赶快走进那房间 把灯的开关打开了 让房间里面有亮光 孩子的恐惧就会消失 因为光带来了安慰 神是光也带给基督徒很大的安慰 我喜欢常常背诵圣经里面带有应许的经文 因为他们就像光一样 带给我安慰跟希望 使我对自己的前途充满了信心跟喜乐 比如当至亲的人离去 觉得自己无依无靠的时候 神就一再叫我想起 以赛亚书五十四章第十节的经文 他的话说 大山可以挪开 小山可以迁移 我对你的慈爱永不动摇 平安的约也永不改变 爱你的上主这样宣布了 神的这项保证安慰了我的心 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 别忘了常常数算一下 神给了我们多少宝贵的应许 我们就会惊讶地体会到 原来我们是那么富有的 主耶稣曾经吩咐我们 要做世上的光 不过信徒就好像月亮一样 自己本身并不是一个发光体 月亮需要反射太阳的光 同样的 我们也必须靠近神这个光源 才能够反射出光来 如果我们真是反射出了神的光 那么我们的言行 生活也一定会在别人的身上 产生功效 叫别人羡慕 属神的人是多么样的光明磊落 也叫别人不敢随便地犯罪作恶 当然 更是能够在这个充满苦难的世界里面 做个真实的安慰者 所以当我想到神是光的时候 我除了感谢他之外 也免不了要自我检讨一下 到底我这个应该透光的器皿 有没有发挥出光的这些功用来呢 但愿我们彼此提醒 用我们的生活来见证神时光 好吗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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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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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